28日晚上8点多 一辆从台北开往台中的客运 黄信驾驶行进国道1号台中大雅路段时 身体突然不舒服 强忍痛苦把车停在国道路间 当时车上载着21人 在路中间直接停车 可能会发生重大事故 61岁的黄信驾驶忍痛把车开到路间 救了车内所有的乘客 但自己却倒下昏迷 所以抢救后人选告不治 家属隔天来到殡仪馆 谈到黄信驾驶 他们说几乎每天都要很早出门 原本在这礼拜要提早吃团圆饭 却遇到意外 因此天人永隔 家属讲到一半红了眼眶 平常认真工作的黄信驾驶 有两个已经在工作的孩子 自己在客运公司工作了二三十年 客运公司说黄信驾驶 平常表现都相当好 当天负责一趟台中到台北 来回班次 对于回程突然发生意外感到错愕 平常身体有一些什么病症或是 没有 都没有听说 所以我们很惋惜 惋惜一个很好的丧失了一个很好的那个好同仁 黄信驾驶为了确保乘客安全强忍病痛 撑到最后一刻救了全车的人自己却不幸过世 让许多人都觉得相当遗憾 客运公司说会全力协助家属处理后事 华视讯人综合报导